每日一席话 我们应该弘扬奥林匹克运动精神 团结应对国际社会共同挑战 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共同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 我们应该践行奥林匹克运动宗旨 持续推动人类进步事业 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建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段话出自2022年2月5日 习近平主席设宴欢迎 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时 发表的致词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建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中国农历虎年新村之际 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名运动员 共聚在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团结在五环旗下共享冰雪盛会 用赛场上的拼搏奋斗唱响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 一起向未来的冰雪换歌 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北京冬奥会 目前赛事过半 精彩的赛事 与超出过往的全球转播收视人群 正好印证了 人类对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 中国正以全世界共通的体育语言和奥林匹克精神 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了团结向未来的舞台 为彰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契机 连接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北京冬奥会 再次见证全世界 为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共同目标 而拼搏奋斗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为了实现人类和平、发展、进步 这一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 中国将始终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 牢记奥林匹克运动初心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弘扬奥林匹克运动精神 团结应对国际社会共同挑战 践行奥林匹克运动宗旨 持续推动人类进步视野 北京拥抱世界、世界瞩目北京 2008年首次举办奥运会的中国 以共同梦想赶招世界 2022年 奥林匹克火炬再次在北京燃起 把世界凝聚在了一起 新时代的中国将继续通过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共同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一起向未来 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是孙英帅 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起话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